看看新闻网 自己演唱会的巡演地点 这也由此让网友们喷饭吐槽 称这是32郎的全国乡镇演唱会的 我今年有32场的全国巡演的个人演唱会 我邀请你当我的家 贿赂 贿赂 说点实在的 我今年有32场演出个人演唱会 如果你跟了我 如果你跟了我 我会把其中一场 放在你们那个寨子里面演 我说阿坤啊 阿坤 这种东西是应该我们送他 他自己做一件给自己 等我玩不能棒 我跟你讲 杨坤他不是一个二 他是三个二 32是个神奇的数字 他在这个夏天 奇迹般地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 同时也让所有人记住了他的主人杨坤 会在2012年举办32场个人演唱会 即使中国好声音结束了 2012年只剩下俩月了 也无法让大家忘记 杨坤在今年还有32场个人演唱会没举行 今天是2012年10月18日 离今年结束还有74天 杨坤一直说的 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就算从今晚开始 那他平均至少每两天半不到就要开一场演唱会 期待杨坤老师的承诺兑现 今年没剩几天了 坤哥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拖到年底 然后只开一场名字就叫32场演唱会 虽然遭遇网友调侃 但杨坤的32场演唱会其实并不是梦 在某购票网站上可以看到 杨坤接下来的演唱会还真叫杨坤 其实你不了解我 全国32场巡回演唱会 不过原本是2012年有32场演唱会的杨坤 却变成了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春天 凑齐了32场演唱会 原方也知道我已经不止32场了 11月17日贵阳 11月24日昆明 12月2日赣州 12月8日南昌 12月30日北京 12月31日澳门 1月1日澳门 1月2日东莞 1月4日深圳 1月6日惠州 1月9日常州 写不下了 不过即便杨32郎的演唱会凑齐了32场 即便这演出地点横跨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但是细心的网友们却发现 大多数的巡演都集中在二三线城市 甚至包括赣州 丽水 宜春等演出市场 并不繁荣的城市 因此被网友们调侃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 全国32场乡镇巡回演出 而位于辽宁省迎口市的 霸鱼圈更是躺着中墙 上海没有 广州没有 而霸鱼圈居然也是其中一站 坤哥走的是乡镇包围城市的路线 远方你怎么看 霸鱼圈站都出来了 还不够乡镇 一想到杨坤良也泛着光 信誓旦旦的说出 我今年三个字 都忍不住笑喷 这爷们太可爱了 据了解 霸鱼圈位于 渤海辽东湾东北岸 辖区内总共有四个街道 三个镇 是辽宁省迎口市 下属的一个区 杨坤将霸鱼圈列为 巡演名单上的一站 也难怪要遭到网友的吐槽 不过对于网友们的调侃 杨坤自己倒不以为意 还在微博中幽默回应 原方 关于三十二郎杨坤 到霸鱼圈的演唱会 此事你怎么看 据我所知 霸鱼圈是个美丽的城市 哦 那就给大人我订两张票 去看看顺便去旅游 最近断案太累 也该放松放松吧 是 大人 恭候大人光临 霸鱼圈的朋友等着我 不仅霸鱼圈的朋友们 等着杨坤 祖国各地的朋友 也都等着杨三十二郎 杨坤的这三十二场演唱会 不仅走遍祖国二三线城市 也用低价位票价 笼络观众买票入场 12月30号 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 三十二场演唱会 最高票价一千二百八十 最低票价二百八十 相比在北京开演唱会的 同时期歌手 票价相当实惠 不过北京演唱会的 售票情况 却并没有因为票价低廉而走鞘 各个价位的门票 现在还能继续预定 不过在不同的城市 出票情况也不尽相同 原本2011年杨坤 还不是杨三十二郎的时候 在重庆有一场个人演唱会 可是却由于售票情况不佳 最终因故取消 原定于2011年12月24日 在重庆江南体育馆举办的 2011杨坤重庆演唱会 因故被迫取消 由此给广大 以购票观众带来的不便 在此主办方对关注和支持 本资演唱会的单位和广大市民 致以深深的歉意 而今年杨坤摇身一变 成了杨三十二郎之后 再次征战重庆市场 去年最低票价380元 而今年用100元人民币就能拿下 因此2013年1月18号 杨三十二郎重庆战演唱会 100 180 280的门票早已售庆 售票情况红火道 不得不让杨坤追演一场 行为在线 综合报道 1216 2209 1217 1217 1217 3209 2209 1218 1218 2209